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今儿个太阳打西边出来了 陆尚公大人居然亲自给我送春衣来了 眉梢待喜 眼角寒笑 怎么最近你身上这股倒霉劲儿 一点也看不到了 难道 师父 被你发现了 放心 别人哪 还没有你师父 这个变色之人的本事 老老实实招任吧 遇到什么好事了 居然峰回路转了 怪不得把你乐成这样 记住 学会镇定地面对一切 哪能这么没出息 这衣服怎么都是麻的呀 你看 你做了采满官没多久 就苛扣成这样 我们连绸缎衣裳都穿不上了 师父你有所不知 打从去年过年开始 我们司医司正来的绸缎就已经不够了 现在库里存着的 只够皇上和几位娘娘使用 所以 我们用个春衣 就先用这麻的凑合了吧 这倒也是实情 你那么会做生意 怎么不折腾一下这个事啊 要是能把残养好 说不定明年春天 我们还能有点儿念想 养残 姐姐 你在干啥子啦 养残啊 我好不容易跟人要了点残宝宝 正学着怎么搭残舵呢 不得了 贼人不信啊 先不说 残儿吐司还得等好几个月 就说这残舵太密 喪液也是苦喪 这样 要残儿能吐司司来才怪嘞 你还懂这个 你还有什么话想说 殿下 全都是太后指使我干的 不关我的事啊 全是她 你这次怀孕的事 我可以理解 但那晚的袁洪你怎么解释 你之后有很多机会 可以跟我说出真相 但是你为什么不说 不要告诉我是太后 威胁你们全家之里的话 你知道 凭你对我的救命之恩 只要你对我有所欺望 我肯定不会让你吃亏 殿下 阿比也是一时糊涂 哪个女儿家 不爱惜自己的民间 可是我对您一往情深 而您 却看都不看我一下 我当时也是魔争了 才会想出这样的方法 你有没有想过 这是欺君之族 有没有感到过后悔 那我也得赌一下 只要能够待在您的身边 哪怕是远远的 我就做死了以心甘 真的 真的 只要殿下 阿比知道错了 阿比全都是因为太后指使我 才那样做的 殿下 只要你答应我把我留在府里 我愿意 我愿意去帮你揭发太后 只要你把我留在身边 哪怕 哪怕我做个丫鬟也可以啊 你觉得你现在还有和我讨价还价的余地吗 我明明知道你和娄氏和谋 为什么我会一而再而三地护着你 就是因为我记得你对我的救命之恩 但是你今天跟我说完这番话之后 把你在我心中唯一的一次好感 全给抹杀了 你可听好了 我不是恨你 我是鄙视你 殿下 您不能这样对我 我是因为爱你 我才 爱 爱我 爱我你就可以胡作非为 爱我你就可以骗我 你知不知道你已经伤害我 伤害了我最喜欢的女人哪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平身 谢皇上 谢皇上 臣弟有本要奏 你有何要事 臣弟要告御状 告御状 这从何说起啊 臣弟要告的是 内宫八品女官沈碧 她胆大包天 竟敢受人指使 冒称腹中怀有皇嗣 你 你有何证据 沈碧现在就在殿外戴罪 宣 罪臣审避 向皇上请罪 卢婢不该鬼迷心窍 受人指使 陷害长广王 求皇上看在阿碧也是受人指使的份上 饶罪臣避命 皇上 臣弟这里 有内宫及掌公主府 八名吻婆按过指印的证词 他们都可以证明 审避 现在依然是完璧之身 既是如此 又何来胎而来 这 这 怎样 皇上明鉴 有人用罪臣的全家性命威胁阿碧 他也是不得以而为之啊 是谁如此胆大包天 是楼上师 是他指使罪臣做的 罪臣今儿有这些天和仁寿殿通信的证据 请皇上明察 原府 给朕拿来看看 是 楼上师 只是楼上师而已吗 皇上 传楼清墙上殿 传楼清墙上殿 要不是桑叶数量有限啊 我们就可以大量地养殖了 其实这野蚕不用刺桑叶 只要刺点糊素叶子就行了 紫丝 土脸丝没家草那么白 粗细差不多有头发丝那么细吧 只要能产丝就行啊 我们大器有的是糊素 这种野餐哪里有 我尽管叫人去找 大人 大人 您快去太极殿瞧瞧吧 殿下拉着阿弗告欲状 皇上已经叫人把楼上师抓起来了 终于来了 皇上 罪臣只是个女官 哪有那么大的胆子 所有的这一切 全是听了太后的吩咐 罪臣残悔 身为太后 欧害死亡君 原府 宿敬 宿敬 朝堂种地 不得宣华 太后娘娘口谕 奴婢参见皇上 平身 谢皇上 太后娘娘有口谕 要奴婢向皇上转搭 楼清墙备主妄德 竟敢伙同下属 构陷储君 罪在不赦 楼室有此败类 哀家痛惜万分 还请皇上秉公处置 切勿以哀家为念 姑娘 你不能这样落井下势 我这样做都是为了你 我这样做都是为了太后 皇上 你犯了如此恶行 竟然还敢污蔑武后 简直是罪该万死 皇上 我求你 你就念在我是楼家人的份上 我求你 皇上说 您精通律法 楼清墙数岁并罚 应该如何判决 构陷储君 污蔑太后 应立即处斩 拦下去 是 立斩 姑妈 姑妈你好狠心哪 皇上 皇上 罪人已经服法 皇上 皇上 此事严禁在提 是 是 阿朕 今天真是太开心了 咱们总算是不用再装吵架了 你怎么还是闷闷不乐的啊 我虽然有些恨楼上尸 可是还是有些 阿朕 来 走 你听我说 娄清强呢 他是罪有应得 以后啊 你一定要记住 对敌人的人赐 就是对自己的无情 好了 开心一点 对了 今天皇上跟我说 等任亲的书信一下来 就跟我们赐婚 到时候啊 你就是堂堂的准储妃了 而再过一年呢 你就可以堂堂正正地 嫁入我们新家了 怎么听起来 那么不真实呢 事情的确没有 说起来那么轻松啊 这次 我逼得娄氏弃足宝居 让他废掉了娄清强 他肯定对我怀恨在心 而皇上呢 很感激我没有动娄氏 所以想必在未来的 一段日子里面 他应该会对他这个母后 严防死守 至于娄氏那边 他肯定知道 我不会轻易地就这么放过他 所以他一定会伺机再出手的 那在这段时间里呢 阿珍 你一定要特别小心 留意娄氏的所有动向 嗯 那 阿碧他现在怎么样了 我留了他一条命 然后把他打发到皇庄 去做苦衣了 太后娘娘 可怜大人她 似乎连句全尸都没有 那是她没福 太后 我刚才过来的时候 听到内侍局正在传贵妃的遗旨 说是从今往后 听了密夫对您的朝拜 平常也不许有人来打扰您的清修 高瞻 小唤云 我跟你们师父两立 站住 闲杂人等 不得打扰太后娘娘清修 不得打扰 我是奉上公大人之令 给太后娘娘送佛经的 奴婢参见太后娘娘 来得这么快 看来你的伤势好了 如果 我把你曾经用苦肉剂 换走司祭司账簿的事 给揭发出来 只怕你身上的伤 又会多了许多 太后娘娘 您是怎么知道的 你当真以为清强死了 阿璧走了 这件事就死无对证了 别忘了 知情的人 还有他 求太后娘娘明示 要怎么样才能放过我 你现在是陆上公的人 哀家能把你怎么样 只要你肯答应 替我办一件事 以往的事 二家可以一笔勾销 玲珑 大人 你怎么了 我身体不舒服 刚去了太医院 拿了几副药 想回去煎了吃 不会是旧伤又复发了吧 那你小心一点啊 多谢大人关心 快回去吧 回头我让司膳司 每天给你煮一些养生药膳 这种伤啊 要慢慢静养才行 那我先回去了 是 大人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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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妃娘娘赏人用的金银刻子 司祭司已经准备好了 要搁到哪里 这么些财宝 当然要放在娘娘的司库里了 对不起 娘娘 他们都准备好了 你们都下去吧 娘娘 真的不用 是 好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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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у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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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太后她病了 太医门再三查验过 她的确病得很重 我也亲自看过 她烧得神志不清 又牙关紧闭 连汤药都灌不下去了 难道真的是老天有眼 刻意要降罪于她 不对 我觉得她是用这个方法 用苦柔剂 故意想让皇上 来解除对她的软劲 朕养着你们是做什么用的 小小的风寒都治不了 皇上 恕微臣妄言 太后娘娘像是 中了马前子毒 什么马前子毒 此毒无色无味 若是误符 初期只是昏睡 皆向风寒症状 可后期 病人就会惊觉疯癫 血热而亡 是谁 竟敢对朕的母后下毒 传令 搜宫 一定要把凶手给朕找出来 是 灵笼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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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你这地方待一待 他们去搜我的撕一撕了 一团乱糟糟的烦死了 别怕 他们查不出什么来的 他们当然查不出什么啊 灵笼姐 灵笼姐 刚才姐姐已经跟我说了 他们是冲着 长广往殿下去的 先前 太后给姐姐一些毒药 他们想把下毒的事情 栽赃到殿下的身上 不过 我们早有所防备了 什么马 什么钱的 连个影子都找不到 灵笼姐 我好累啊 我先去休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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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殿下 这事怎么越扯越大了 灵笼罪该万死 请殿下责罚 阿朕对你那么好 你为什么要听别人的教宿 选择去背叛他呢 最初 只是因为妒忌 不甘 可是后来 却一直被楼上 是和阿毕控制 一步步泥足身陷 我悔步当初 可是 却没有任何逃脱的办法 那你为什么 突然良心发现了 到我这里跟我坦白呢 办了那件错事之后 我越来越觉得 没脸见上宫大人 而却觉得 这件事情好像越闹越大 甚至牵扯到了殿下宁 我觉得 好像有点不可控制了 你的意思是 娄太后想要加害的人 可能不仅仅是我 太后告诉我 她说想要陷害贵妃娘娘 所以要我伺机 往贵妃娘娘的私库里 藏了一些东西 到时候一旦查出来 贵妃娘娘就会百口莫辩 你知道是什么东西吗 一颗刻着皇后之宝的玉玺 还有一些符咒 太后娘娘想诬陷贵妃娘娘 在宫中施法 为了当皇后 还撕克了皇后玉玺 想提前过过皇后的营 难道是一石二鸟之计 如果她能找到那颗定情珠 就可以陷害我谋害她 而如果找不到的话 她在寒光殿 找到那样的东西 照样可以扳倒贵妃 玲玲罪该万死 求殿下狠狠地责罚我 只是 请我不要告诉上宫大人 来 做得还真不错 玲珑说 本来想把她放在你装 金银箱子的最底层 你迟迟半会儿也赏不了 宫女们那么多东西 所以自然发现不了她 要是真能咒死她 火到心满意足了 只是她现在这个样子 皇上已经担心得快着魔了 要是跟她说她是在装病 阿眼说什么都不会相信的 用不着跟她说 我已经调查过了 娄氏的一个内线 正在司政司当一等宫女 可能再过半个时辰 她就会赶到这里来 到时候 站住 来 参见尚仪大人 参见尚仪大人 尚仪大人 下官打扰了 可这也是皇上的旨意 进去吧 但是你们要记住 如果你们要是破坏任何东西 你们可就倒大霉了 是 尚仪大人 听说萧贵妃娘娘有一个私库 能查吗 住手 箱子里的东西不能动 参见贵妃娘娘 娘娘 奴婢也不想得罪您 可这毕竟是奉了皇上的旨意 还请娘娘担待 你 司政大人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皇后之印 贵妃娘娘 您怎么能 司客皇后印章 这可是大罪 这是皇后之印不错 但却不是我司客的 看清楚了 这是前朝御皇后的司印 她临终之前 把她留给我做记忆 这些年 我一直把她放在司库里 宫里人人都知道 我自小就被玉皇后 养在这篤光殿 怎么 你们当中有人敢有质疑 不敢不敢 微臣妄言了 还请娘娘恕罪 姑娘 姑娘 好热的瘋啊 魁妃大量千岁千岁千千岁 不可能 母后都病成那个样子了 阿爷 我知道这件事情 你一时半会儿接受不了 其实我早就看出来不对了 但我一直在逃避 不想逼着自己 在母后和兄弟之间做选择 可是我没有想到 他居然会用马前死 阿朕 这一次朕绝不会心软了 我现在就去仁寿殿揭穿他 皇上 您冷静点 太后的之所以这么安排 肯定是有后招的 别忘了 现在娄家的势力还很大 阿朕 你的主意你来说 皇上 太后娘娘病逝沉重 如果要食无用 那么最好的方法 就是冲洗 冲洗 身为一国之君 除了登基 万寿 立太子之外 你说 最大的写食是什么 什么 是丽后 贵妃娘娘在后宫执掌凤印多年 昨晚寒光殿 她拿着玉皇后的丝印 瓶出 宝光 宫女女官们都看到了凤凰出现 你说这不是吉兆是什么呢 宝光还有凤凰 都是你们两个安排的吧 是 很好 阿湛 你和钦天剑打一声招呼 让他们明日上一份奏折 就说 夜观后星大药 气应紫薇 最好呢 我们再大肆宣扬一下 就说宫中后卫不正 这就是导致太后宫长秋星 近来暗淡无光的原因 欢迎 这么久了 我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 一直没有侧你为后 实在是太委屈你了 你我是至亲夫妻 无论是贵妃 还是皇后 都不过是虚名而已 相信我 我没有那么在乎的 我父亲 你现在最后 我师父 可你还真是赶紧吗 我 flew过来 吃了个 rhymes 钦此 欢迎 从此以后 你我携手 共创大起江山 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 皇后千岁千岁千千岁 大皇太后 娘娘 你醒了 阿致 我 我 这是 怎么了 你突然重病 寄进不治 所以皇上特地封萧贵妃为皇后 替你充喜 没想到 册后大典刚刚结束 你就醒过来了 什么 我 太医 扎针 阿湛 你想做什么 太后娘娘 你重病出狱 风邪入侯 所以才说不出话来 手足无力亦是如此 不过你放心 我会马上派人送你去温泉宫 那儿很适合你休养 母后 这一次 情恕眼儿不孝了 阿爷 阿爷 送太后娘娘出宫 是 你最终 还是留了她一条性命 事到临头 我还是下不了手 皇上为我做了那么多事 我实在是不忍心看她 你虽然没有杀她 可也让太医用针灸 封了她的七经八脉 以后她不能说也不能动 又被迁去了那么偏远的地方 对于她这种骄傲的女人来说 这种惩罚 其实比赐死还要难受 玲珑为什么突然要走呢 丹娘说是想她娘了 可她 我就知道我什么都瞒不住你 那天 司政司搜宫的时候啊 无意当中搜出了她私藏男子的信物 本来皇后说 看在你的面子上 把她保全下来 可她自己呢 羞愧难当 硬是要离开宫里 难怪她都不肯见我 算了 等最近兵荒马乱的事情过去之后 我再出宫去看她吧 我再出宫去 朕虽然知道她作恶多端 可还是 阿盐 如果心软的话 说明你善良 但是 她一直在拿你的唇孝来伤害你 你不需要为此而感到歉疚 环渊 以后 朕就只有你了 你了 错了 还有肚子里的孩子 你说什么 就在你侧我为后的当日 太医给朕的脉 这 这可太好了 如今儿 这才叫双血临门哪 这才叫双血临门哪 这个残都是一对一对的 阿朕 开心吗 我一辈子都没这么开心过 你放心 我一定会好好珍惜你的 虽然说现在路上说 也愿意做你的父亲 但到了正式成亲那天 我依然会把你的奶娘 你的妹妹全部都叫上 一定不会让你 孤孤单单地出嫁 阿朕 我们现在就去找皇上 让他下旨 你呀 你呀 皇上 阿朕 皇上 我是来向你 你来得正好 朕收到关西节度室来的消息了 边境出了大事 魏国发动了十万大军 连夺我关西六镇 关西守军连续损兵折将 已经快挡不住了 所以并不决定马上出兵 你是不是想要出征 是 那你能定了亲再走吗 应该来不及了 因为还有三天就要出征了 那就让皇上下一份诏书 我 我不想你 阿朕 我知道你不在乎这些 我也知道 你只是担心我 是的 我想光明正大地去端门送你 我想堂堂正正地告诉别人 我爱你 我不想 我 好 阿朕 正是因为我爱你 所以我才决定不能匆匆和你定亲 在这儿是刀剑无言 万一我有什么不测 我绝对不可以拖累你 你这是什么话呀 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 阿朕 你听我说 我这绝对不是在说什么丧气话 每次我带兵回城 都能看到无数的妄门广 和世青古尔 阿朕你是汉人 你不能像我们新卑人一样 定了亲后再家 除了你我不会再嫁给别人 我知道 我知道 好疼 别哭了 我初中以后 你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你要好好地管着我们家 还得帮着欢迎看着后宫 我只要你好好的 好疼 皇上 就此留步吧 阿朕 朕等你平安回来 放心皇上 吉祥小栈还难不倒我 帮我照顾好阿朕 臣弟就此拜别皇上 你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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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哭了 他一定会平安回京的 大人 您的信 皇上 这些是我们新造的锦端 我们 我们自己造的 前段时间我没事的时候 就试着养了一些野残 后来残结了茧 我们就让司医司用这些野残丝 织了一批锦布出来 之所以带给皇后娘娘看 是想让你品鉴一下 如果觉得它们不错 我们以后就可以在后宫里推广 这样还可以节省一点宫里的开枝 虽然比不上桑残锦 那么雪白 那么细腻 但是 也是不折不扣的丝断 颜色呢 虽然不够鲜艳 但只要不是大典 平常衣着肯定是足够了 对了 这是我们司医司自己制的锦布 是吗 赶紧带朕去瞧瞧 是 以前我们大齐的家残土资量少 所以啊 丝断匮乏 只能从别国来购置 现在有了这野蚕丝 以后再也不用害怕了 如果这野蚕丝 可以在全国推广开来的话 我怎么没想到呢 太好了 皇上 这也是一门生意啊 陆珍 野蚕丝在全国推广开来 就交给你来处理 最好现在就帮朕 把章程给定出来 好 微臣尽当全力配合 一定帮皇上把此事做得 漂漂亮亮的 这是野蚕丝的名称 不太好听 有了 以后这种锦的名字 就叫陆锦 谢皇上 你说他是男孩还是女孩啊 还没显怀呢 哪儿看得出来啊 不管是皇子还是公主 我都喜欢 那是自然 但我还是喜欢公主 因为长得像你 那多好看啊 皇上是担心 如果是皇子 会影响阿湛 我们已经欠阿湛太多了 朕也很想要一个皇子了 但是现在这种情况下 还是公主比较好 一来 我们有了自己的孩子 二来 也不会因为继位 造成麻烦 可是阿湛自己都说 他不想当储君了 你做了娘之后 果然不一样啊 以前你一门心思 劝我把皇位让给阿湛 估计自己还动过脑筋 怎么把我从龙椅上赶下来吧 我只是开玩笑罢了 别光想着孩子 我这个身体 这两年也算是好一些了 但是我怕万一 病情又加重的话 别说 皇上 皇上 我知道你记会这个 但如果真的有了皇子 阿湛肯定会避嫌归隐的 就算将来进了位 你们孤儿寡母 真能坐稳皇位吗 只怕臣国 魏国 一个个都会盯着你们 我已经想清楚了 我是为你着想 所以才想把皇位交给阿湛 只有他 才能保住我们大起 几十年的太平 有了这份情意在 即使我驾崩了 他和他的后代 也会护着你和孩子 一事安宁 皇上 别多想了 我只是说万一罢了 如果我们真的有了皇子 再做打算也不值啊 宝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